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持完好无损 这尊巨大的佛像又是怎样抵御大自然的风雨侵蚀的呢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年间 现存枯刊2345个 雕像近11万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 最小的仅有两厘米 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石窟的代表作品《卢沙纳大佛》 面部丰满圆涨 眼睛半针半合 嘴边微露笑意 表情含蓄而神秘 仿佛在等待着人们去探寻石像背后的千年谜团 卢沙纳大佛所在的佛刊叫凤仙寺 南北宽约34米 东西深约39米 整体呈现出半无形 令人惊叹的是 从各个时期留下的照片和影像中 人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 卢沙纳大佛的掩体不仅保存非常完好 而且呈现出洗净千华般干净而柔美的色泽 除了手臂的局部有破损之外 面部细节和服饰造型徐徐如生 仿佛千百年来从未遭受大自然的风化波时 而仅靠它的石像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因素 石像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状况 岩石的表面覆盖着各种颜色的沉积物 与之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难道这座雄伟的大佛 大自然也不敢对它有任何损伤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 在对卢沙纳大佛进行修缮的时候 在距佛头部靠南的位置 发现了一处狭小的洞穴 这黑区区的洞口一眼看不到头 为什么在距离地面十七米高的位置 会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呢 这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凿的呢 为什么多少年来 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洞穴呢 它到底有多深又通向哪呢 这让当时的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龙门石窟历来是皇家祭祀礼佛的圣地 因此有人推测 大佛身后的洞穴极有可能和祭祀有关 据史料记载 从北魏孝文帝到北宋太祖皇帝 历代帝王都会来此祭拜 为了显示对佛祖的敬意 他们经常会供奉一些精美的宝器 并修建专门的地宫和暗道 用来藏匿宝物 位于陕西省宝基市法门镇的法门寺地宫 就曾出土过大量珍贵的金银法器 龙门石窟这个位置高悬 不易察觉的石洞 是不是也是存放金银财宝的地方呢 为了摸清洞穴内部的情况 工作人员决定进洞勘察 他们发现洞内空间远比外面大得多 脚下布满岩石碎线 东壁四周凹凸不平 有些角落还能看到蝙蝠和一些不明生物 行走一段距离之后 他们就被洞穴尽头的一道狭长裂隙挡住了去路 但是里面并没有发现金银财宝 也有人提出 奇怪洞穴可能是高僧修禅 或作画的秘密场所 因为大佛对面的东山 坐落着古老的香山寺 这座史建于北魏西平元年的寺院 曾有数位高僧住持 并安葬于此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考察人员并未在洞穴内发现任何相关线索 在听取有关专家的建议之后 他们对洞穴进行了保护性处理 并用石柱织顶加固以防止坍塌 在石灰岩岩体上出现洞穴并不奇怪 因为龙门山下就是伊河 说明这里的水资源相当丰富 流水长期冲刷就会冲出许多洞穴 可当地人说 这些洞穴有可能是高温温泉冲刷出来的 据说这鲁索那大佛所在的龙门山地区 存在大量的地下泉沿 里面冒出的热水温度接近废脸 有的甚至能够煮熟鸡蛋 在我国富极高温温泉的地方并不多 云南腾冲是其中之一 因为地下存在火火山 深层地下水受到炙热的银浇的烘烤 形成高温温泉 然而龙门山地区从未发现过火山带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个自然奇观 它和神秘的大佛之金是否存在关联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地理中国设施所 跟随中国地质大学的严绍军教授 对这展开科学考察 严绍军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不可移动沿土文物 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对龙门地区的地质 地贸状况进行过深入研究 龙门山距离河南古都洛阳 约十二千米 从空中俯瞰 一河将山体一分为二 形成两山加一水的河谷地贸 一千多年前 古代工匠们在一河两岸的崖壁上 开造出了局势文明的龙门石窟 考察队看到 密布于峭壁之上的众多窟坎 显得错落有致 而鲁舍那大佛就位于山体西侧的半山腰位置 一山而坐 居高临下 俯视着脚下的云云众生 考察队了解到 历史上的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一个礼佛朝拜之地 也是一处景色宜人的室外桃源 水声缠缠 鸟语花香的山泉美景 曾经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破 鸟族停留 唐朝诗人刘长青写道 夜泉发清响 寒煮生微波 描写的就是龙门夜色中的温泉之美 这些记载引起岩教授的注意 泉眼是地下列系的出口 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周围的山形地势之间 往往存在关联 如果能对全眼进行考察 或许能找到破解离题的线索 科考队一路打听 在距离龙门石窟溪 约三千米 一个叫张沟村的地方 终于有所收获 那像这个附近的这个温泉 温度最高的 您知道大概有多高吗 温度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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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高着 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这是刚拿的两个新鲜的生鸡蛋 我们去看看 找那个高温的温泉 看能不能给它烫熟了 现在这里有一桶 刚刚接出来的这个温泉水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它温度是多少 听那个老奶奶说 可能得有80多度 我们现在试着 把两个生鸡蛋放进去 待会儿看看 能不能给它烫熟 现在已经是12分钟了 我们看看鸡蛋熟了没有 这一桶水 看看 这也太多了吧 我得把它 你小心 我小心烫着你 先把水倒出去 敲一下水 还有点烫熟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没有完全凝固 记者了解到 伊河河道上的温泉分布密集 仅此移出的泉水温度 平均就达到98.5摄氏度 有时能达到100摄氏度 是名副其所高温温泉 石灰岩地区发现泉岩并不罕见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温泉群以及高温温泉 它们和神秘的大佛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科考队测量后发现 伊河峡宽300米左右 与两侧山体高差100余米 而温泉大多出入于伊河两岸及河床之上 泉岩比河床高处2至5米 那么我们这边的洞窟 地标水渗水沿润发雨 对它影响都是非常强的 这就是 岩教授结合周边地势和地理环境 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于伊河水的不断下切 使峡谷内泉岩的水平面 低于两侧山体内的岩溶水平面 在深层地下水的压力下 水流通过裂系及岩溶通道 从地表的天然出口流出 形成岩溶泉 因为龙门泉水的循环较深 浅层地下水和大气降雨 通过裂系 龙孔等方式下肾补给 和深部的高温热水混合 从而形成了龙门的温泉群 局部地区由于岩石破碎 裂系较短并靠近地料 因此形成高温温泉 岩教授认为 温泉群的考察可以证明 龙门地区的共造活动非常强烈 位于卢舍纳大幅头顶位置的洞穴 同样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他告诉我们 这些洞穴并非人为所致 是一河水用亿万年时间雕刻而成的杰作 至于洞穴为何出现在山顶位置 岩教授认为 原本位于山脚下的溶洞 由于石灰岩山体受到挤压而抬升 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绝壁洞窟景观 要想彻底了解 这些绝壁洞窟其中的玄机 还需要对龙门山的行程 进一步了解 考察队决定 首先从空中俯瞰龙门地区全貌 一番准备之后 航拍机稳稳地离开地面 这时 传回的航拍画面 为我们呈现出一片丘陵地貌区 它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 大面积裸露的山石 沿层交错 畏微壮观 蜿蜒曲折的一河水 像一条飘带飘落在东西两山之间 向导告诉我们 古人就是因为发现了 形似两山大门的自然器官 才在两岸的崖壁上 修建了如此规模宏大的石窟 这种自然景观 也被称为一雀 那么 这为什么被称为一雀呢 滔滔洪水 给龙门石窟造成怎样的伤害 大佛星座 只为迎接第一缕阳光吗 龙门传奇 比比中国 正在播出 一雀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关键就在这个雀上 雀呀 是我国古代建筑在城门宫殿寺庙前的两个高大的建筑物 两物之间空缺如门 作为道路就称为雀 您看 这个一雀是两山加一水 形状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 因此古人就把这里称为是一雀 那么一雀奇观的神秘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010年7月24日 河南地区连降暴雨 洪水导致洛阳市潭头镇的伊河汤营大桥整体垮塌 然而 翻滚的洪水并未减缓流速 反而更加凶猛地向下游冲去 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引起人们的担忧 因为伊河的下游是人口密集的古都洛阳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距离洛阳城仅仅12000米 石灰岩又非常容易被水溶石 不仅如此 山体上还布满裂系和溶洞 加上大量石窟的开凿 有些洞壁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面对来世凶猛的洪流 这个传承千年的石窟圣地会不会被彻底冲毁呢 此时伊河水的流量是平时流速的63倍 急流狂温的洪水顺着伊河向龙门石窟冲去 然而 让人吃惊的是 洪水抵达龙门石窟的时候 似乎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阻挡 突然变得平静和舒缓起来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次洪水导致伊河水位攀升 直逼1982年时的水位高度 却未对龙门石窟造成明显损害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奇特自然现象的发生 一确奇怪的神秘之处究竟在哪里 它为什么能阻挡住季节性的洪流 这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严绍军教授对航拍资料进行了分析比对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伊河两岸的东山和西山上 所有的斜向列系 方向角度极其接近 仿佛是一座山被批为两半 然后再将其分开一半 从而使得原本属于同一物体上的纹理 被分别留在两个半边的物体上 如果将两座山体进行拼接的话 纹理竟然完全吻合 专家由此认定 伊雀地区的这两座山体原本是相连的 那么如此整齐的一个缺口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专家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伊河 伊河全长368千米 发源于雄尔山南路的蓝川县 经松县 伊川 然后过伊雀 川洛阳 注入洛水 最终流入黄河 后来 严教授通过查阅资料 为我们描述了龙门地区 这段沧海桑田的地球演化过程 在遥远的二别纪 龙门地区地势低洼 湖爪密布 植物茂盛 还未有山体隆起 因此 伊河可以顺利流过这里 到了距今约260万年的第四季初期 龙门地区在地球内力作用下 开始大规模的抬升 此时的伊河水 在向黄河汇聚的过程中 龙门是必经之地 由于受到山体的阻挡 会形成一个天然的溢水区 当伊河水越聚越多的时候 河水就会漫过龙门山 继续向洛河和黄河方向流淌 由于龙门山主要是由伊倍溶石的石灰岩构成 所以在伊河水的侵蚀下 山体形成了很多溶洞 这些纵横交错的溶洞 长期被流经本区的河流垂直侵蚀 久而久之 岩石较脆弱的地方就会塌陷 之后龙门山地区又经历了两次抬升 但伊河水都以同样的方式逐渐下切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伊雀山口 因此可以说 伊雀是龙门山和伊河互相作用后而形成的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正是因为龙门山伊雀的形成 是伊河水到了龙门地区时 忽然来了一个接近90度的大拐弯 这而向北流动 不仅如此 流向龙门地区的伊河 还在途中演变成格子状若干条小支流 在专家看来 这种独特的流域分布 就像在龙门石窟前 安置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从而使得高速奔流的伊河水 在这里变缓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伊雀河谷虽然不胜宽阔 却可以起到很好的泄洪作用 因此龙门石窟才能够穿越千年 安然无恙 让人不得不感叹的是 伊河作为黄河的一条支流 充当着双重角色 他既是一名建造者 又是一名破坏者 在给龙门石窟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同时 伊河也用自然之力塑造了这个神秘 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银雀 同时也为龙门石窟的雕刻者提供了天然的洞窟 后人得以再次基础上雕凿加工 成就了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 古老的伊河水在龙门地区静静地流淌着 千百年来 他默默守候着仪雀 见证了龙门石窟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 也经历了最大的佛像 鲁舍那大佛最后的竣工 他既是古老遗落文明的源泉 也为洛阳成为十三朝古都奠定了基础 汇入黄河之前 他在龙门地区孕育发展 与黄河共同创造了汉唐文明的高峰 既然龙门山是被伊河水从中间切割而成的 所有的斜向的列系 其方向角度都极其接近 那为什么龙门石窟2345个窟刊当中 将近83%的窟刊都修建在西山呢 不仅如此 千存于龙门山的历代的精品书法石碑 也全部集中在西山一侧 古人为何把重心都放在了西山上呢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考察队在返回龙门山的途中 从村民口中了解到一种在当地颇为流传的说法 东山和西山石窟分布不同的原因 和卢舍纳大佛的朝向有关 他们认为大佛所在的西山正对着太阳 因为太阳代表佛光普照 万物众生 所以古人选择在朝阳的西山 建枯造像 而备阳的东山石窟 则相对较少 至于为何在半山腰位置雕刻大佛 主要是为了迎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 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考察队决定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光线亲自验证一下 记者发现太阳升起后 第一缕阳光首先照在卢舍纳大佛的脸上 进而将整个西山照亮 而东山直到下午才会有阳光照射过去 难道古人格外偏爱西山的原因 真的和卢舍纳大佛的朝向有关吗 严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认为尽管东山的石窟数量较少 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东窟 地位和价值堪于卢舍纳大佛媲美 比如位于东山万佛沟北侧 女皇武则天时期所雕刻的看金寺 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石窟 这个看金寺 它是整个龙门山石窟当中最大的一个洞窟 它的这个主径深达到了11.7米 宽是11.16米 高是8.25米 据专家考证 这是禅宗主持开凿的双式结构 被誉为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下 那么它的层的坟界线就是这条界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一个地层 下面一个野层 那么也就是说 严教授认为 古人选择大型石窟的建造位置时 首要考虑的是岩石的完整性和硬度等条件 以便于开凿 其次是如何避免大自然的风化波石 延长石窟的寿命 而朝阳的西山由于日夜温差较大 受热胀冷缩影响 反而易造成崩裂垮塌 不利于石窟的保存 因此单纯朝阳的位置关系 判断两山之间石窟分布的差异 显然缺乏足够的依据 他建议考察队从岩层结构入手 寻找原因 考察队来到东山的万佛沟 这是一个成东西向的山沟 因为沟壑北侧佛看密集 所以被称为万佛沟 这里的岩层便与考察队观察和对比 在岩教授的指引下 我们发现东山的岩石层里方向 显然和西山一致 但是岩层很薄 并且存在多条断裂带 专家认为 在这种岩石上建造石窟 很容易发生崩塌断裂 这可能和东山石窟较少有关 而对面的西山 则是完全不同的岩层结构 我们会看出来 地层对这个农民寺库的 洞库的分布的影响 还是非常明显的 一到这边呢 岩教授告诉我们 只有站在这个角度 才能分辨出西山独特的岩层结构 在他的指点下 我们发现整个西山 由三级台阶组成 卢舍纳大佛所在的 第二阶地的中间位置 非常完整 看不到任何断层 呈现出岩层厚而均匀的特点 这也使大佛颜色比较整齐单一 在大佛上面的第一阶地 主要以石鹰沙岩和薄层叶岩组成 由于石鹰沙岩较硬 且易碎裂 而薄层叶岩又无法造像 因此没有洞窟分布 在大佛下面第三阶地 则是厚薄两种岩层相互交融 只适合小型洞窟开枣 无法雕凿卢舍纳大佛这样的身体巨佛 这应该就是古人选择西山建造 卢舍纳大佛的主要原因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导致东西两座山的石窟分布不同呢 严教授认为 坡度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电脑对比 我们发现西山坡度明显要比东山斗 而坡斗正是古人开凿石窟的必要条件 它坡向它就有利形成我们立向坡 不顺向坡 那么因为这个地层是在这边是反圈的 它形成的叫坡 我们叫立向坡 就地层和坡面之间是反的 那么这种坡形它就容易形成斗坎 严教授解释说 东山的地形由于是顺向坡 地形比较平缓 在这种坡度上雕刻石窟不仅工程量加大 而且洞窟的顶部 由于岩石结理和列系朝向的缘故 非常容易坍塌 而西山恰好是反向坡 坡面较陡 向内倾斜 这为开凿洞窟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 不但省时省力 最关键是岩层比较稳定 因此古人经过权衡 优先选择在西山雕草石窟 通过相关的文史资料检索 考察队找到了当年龙门石窟的建造历史 进一步验证此前的推断 1500多年前的北魏孝文帝时期 随着都城从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前往洛阳 大批开造石窟的轮工巧匠 云集到龙门地区 拉开了这座大型皇家石窟群的建造序幕 出到此地的石窟建造者们 此前大多在云岗石窟的沙岩地貌上开山造佛 虽说已经适应了沙岩特性 但是龙门地区复杂的石窟盐 让他们感到非常棘手 为此他们进行大量的准备和试验 并留下了遗迹 考察队看到 位于西山的摩崖三佛 由于断裂带从山中延伸而来 使得雕像无法继续下去 成为半途而废的大型雕像 也许正是因为一次次的失败和尝试 工匠们在长期的营造活动中 不断总结经验 最后才选中西山中部 这块浑然天成的巨厚石灰岩 并充分考虑各种自然因素 使得鲁舍纳大佛的整体设计和雕枣 布局合理 大气磅礴 成为龙门石窟造像群众的代表之作 到了唐朝后期 由于西山上可雕凿的地方均被占用 石窟建造转移到东山 受到坡度 裂系等自然条件的限制 以及政治中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 皇室大规模的建造石窟逐渐终止 在后来的千百年间 历代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 开始在原有佛像的周围空地 开造一些小型或微型的洞窟 以寄予他们心灵对佛祖的敬仰 这样一代又一代 一年又一年 渐渐形成了今天龙门石窟的庞大规模和气势 大佛历经风雨 为何依旧一律 古人巧妙迎见 怎样依山俊世 龙门传奇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我们前面说了 在我国最著名的四大石窟当中 龙门石窟是唯一建造在石灰岩上的 也知道了 伊雀这个神奇的自然机关 在抵御洪水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作用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 在龙门石窟当中 为什么超过80%的洞窟都建在了西山 而不是东山 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北方地区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卡斯特地貌呢 龙舍纳大佛千年不倒和岩石的色泽之谜 又该怎么解释呢 在石灰岩地区出现岩石破损和沉积物是一种普遍现象 而龙舍纳大佛却依反常态 没有任何破损 这到底是自然巧合还是人为因素呢 关于大佛的岩石表面光滑如洗的原因 至今没有人能从科学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贴比成这个洞窟 你可以看看 这是龙门石窟破坏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严教授建议考察队 不妨先从鲁舍纳大佛南侧破损的石像入手展开调查 为何南壁与鲁舍纳大佛相距如此之近 破损情况却迥然不同 对此曾经有人提出过人为破坏的说法 自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对中国许多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倒挖和破坏 仅龙门石窟因倒略被破坏的地方就达700余处 严教授认为人为破坏确实给龙门石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却无法解释鲁舍纳大佛周围石像的破损原因 因为倒挖者往往选择靠近地面的小型石窟下手 以便于开凿和运输 而鲁舍纳大佛周围的造像身材高大 不可能成为倒挖者的首选目标 另外破损的地方全部集中在鲁舍纳大佛的南侧 也不合常理 如果是倒挖者所为 为什么偏偏选择南侧呢 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因此他认为造成鲁舍纳大佛南侧岩石破损原因 应该是自然因素 我们知道造成岩石风化剥落的因素非常多 风吹日晒降雨甚至沙尘植物等都可能产生影响 专家告诉我们 在石灰岩地区最容易对岩石造成影响莫过于是降水 因为降水可以加大岩石的劣迹 甚至让岩层崩塌 可对于常年暴露在大自然当中的鲁舍纳大佛 似乎降雨 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这显然不合常理 这该如何解释呢 就在这个时候 考察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考察队观察到 鲁舍纳大佛所在的西山 一天当中受到太阳的直射时间长达八个小时 长时间的阳光曝晒 导致的热胀冷缩现象会加剧岩石的风化破损 这会不会就是南测佛像受损的主要原因呢 岩教授告诉我们 这也是他的科研小组常年关注的问题 为了取得科学的数据 他们在龙门石窟安装了一种特殊装置 那么这就是一个当时我们做的一个监测 那么这就是里面 埋伏的仪器 那么可以监察这个三体有没有变形 监察这个三体的温度 这个牙丝也一起表面 到内部的这个温度的变化 都是通过这个 这都是会悬开的 里面都有接口 都会采数据 看到没有 这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就会把数据取出来 看到没有 这哪个仪器就会把它取出来 这是一个接口的 岩教授告诉我们 通过读取这些数据 就能实时监测龙门石窟掩体的热胀冷缩系数 从而为保护龙门石窟提供科学的依据 龙门石窟的浅称的温度的变化 是非常严重的 它一个这个盐石呢 盐石比较深 另外呢 有的地方太当阳了 那么盐石的表面 到内部这个温度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对温度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岩教授认为 大自然中的所有岩石 都会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 从而加快风化程度 但是经过多年的监测 他们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 凤仙寺南侧破损最严重的部分 恰恰是热胀冷缩影响最小的地方 岩教授告诉我们 由于面对太阳的朝向和位置关系 南壁在上午一直处于未光的状态 而当太阳撞过鲁舍纳大佛 来到山背后时 大佛以及北壁雕像上的枯岩 又挡住了光线 致使南壁始终处在阴影之中 所以热胀冷缩效应并不明显 所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在综合各种因素以后 岩教授认为 卢沙纳大佛周围的岩石破损现象 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大 可能是由岩石内部性质和结构决定的 考察队注意到 大佛身后有很多洞穴 其中一个叫神仙洞的洞穴 恰好位于南侧受损部位的上方 由于龙门石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地 考察队无法进入洞内考察 只好通过相关资料收集证据 在龙门石窟研究院 考察队找到了神仙洞内拍摄的图片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神仙洞内部大约有100多平方米 洞内存在大量裂隙 一直通往卢沙纳大佛南侧的方向 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平溶洞 就是我们一个水平溶洞 然后里面是干的 是没有水的 就是基本没有水 它的水主要是通过那几条构造裂隙 通过那一面的一个锤子 进锤子的一个深入通道 把水给倒下去了 那么我们溶洞是我们这边 岩教授认为 岩洞下方的裂隙和渗水通道 应该是造成岩石破损的主要原因 考察队参照神仙洞内的裂隙位置 果然在山体表面找到一条4米多长的裂隙 纵观于南侧崖壁之上 裂隙的周围附着着各种颜色的沉积物 靠近裂隙最近的时刻 恰恰是损毁最严重的 这是一组裂隙 斜着切了我们这个难地 切下去 岩教授解释说 这些斑驳的沉积物和岩石内所含的矿物元素有关 当流进裂隙的水和这些物质相遇时 会发生溶石等化学反应 将岩石中各种物质吸出 并沉积在岩石表面 这也是判断岩石内部裂隙的一个重要手段 凤仙寺南侧正是由于这条裂隙的存在 加大了破损程度和颜色差异 此时考察队员产生一个疑问 古人在此开凿石窟的时候 是否知道裂隙的存在呢 岩教授认为 龙门石窟的建造历史仅仅一千五百多年 而这条裂隙的行程至少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此 古人在开凿石窟前 一定是发现了裂隙的存在和隐患 并采取了相应的规避措施 在岩教授的指点下 我们看到 凤仙寺的石像大多以直立对称的方式 排列在卢舍拉大幅左右 唯有南侧列系穿过的两座历史雕像 呈现出弯曲的姿态 我们会看看两个历史 一个历史是往里边工作绳子 一个是往外面工作绳子 这位看腰部 这两个造像就是相对 腰部是相像 那么这我们白臂的两个就是一个方向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聪明的古代史将 巧妙避开裂隙的一种做法 正是因为南侧存在一条较大的裂隙 古人顺势采取弯曲相对的造型 将裂隙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长度 由此可以看出 古人对于石灰岩的认识和利用 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 但是令专家感到疑惑的是 为何同在一个佛刊之内的卢舍拉大佛 不仅列系较少 而且几乎看不到沉积物呢 难道是岩史本身存在差异吗 考察最了解到 有关部门曾经对大佛的上半身 底座以及周围的岩石 分别进行过岩性的分析 您看这个图表 看起来有点复杂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检查学业的时候 哪项指标超出正常 就说明跟我们身体对应的部分 可能存在问题 岩性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检查各种矿物质含量 分析岩石的硬度和抗风化能力 就能够找出哪个部分是薄弱缓节 大家来看 这大佛的岩性非常的复杂 含有蒙 钙 硅 铁 铝等十多种元素 专家发现其中的氧化镁 这个数据有些异常 这种矿物成分带来的结果是 岩石特别容易被分化 而大佛上半身 这个数据恰恰是比较低 这意味着 这大佛上半身的岩体 不容易被近视分化 所以身上列弃较少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为什么这里的岩性 如此复杂呢 1994年冬季的一天 龙门地区某工地上 挖掘出一些相貌奇特的 大型动物化石 古生物学家根据这些骨头的特征 确定它们是古灵齿象的骨骼化石 这是一种原本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 怎么出现在干冷气候的洛阳呢 此后 龙门地区又相继发现了 大量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洗暖动物化石 专家结合各种科研资料 还原出这一地区的古地理环境 原来 龙门地区在远古时期 曾经是炎热多雨的热带气候 并形成前海环境 在日积月累的沉积中 漫长的前海环境包容接纳着不同物质的加入 形成白云制灰岩 叶岩 泥岩等不同岩石 从而演绎着龙门地区岩体的多样性 岩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龙门地区复杂的岩性特征 是由远古时期的前海环境 炎热多雨的热带气候 频繁的地质构造运动 等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 西山的中部位置 沉积一大块 是一雕鑿大佛的白云制石灰岩 属于自然巧合 龙门石窟的建造者 并非一开始就认识到这块巨石的价值 而是随着雕鑿经验不断丰富 并在周围地带不断尝试失败以后 才逐渐发现了这块巨厚石灰岩层 而此时正值女皇武则天时代 需要建造大型佛窟来彰显大唐盛世 于是西山中部这块最大的灰岩 成为雕鑿卢舍纳大佛的首选 工匠们巧妙避开溶洞 裂系 前后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才在绝壁之上建造成这尊巨佛 纵观龙门地区的自然条件 曾经温暖湿润的气候 虽然现在已经转为干冷 但丰沛的地下水 以及周期性的降水 对石灰岩的侵蚀仍不可忽视 卢舍纳大佛为何不受影响呢 严教授将目光锁定在了西山倾斜的断层面上 龙门山在抬升过程中受到挤压而发生倾斜 倾斜角度 位置关系恰好成为天然的陷水通道 将大部分雨水转移到伊河河谷之中 从而减少了对大佛岩体的溶石作用 再加上溶洞内的裂系 又将岩石内部的水倒向南侧 因此大佛的上半身几乎很难受到水流的侵蚀 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一条裂系 顺着这个裂系就上去 顺着裂系呢 由于岩润它就出去张开 溶石张开之后 那渗水更加畅通 畅通的话它就把水纹下面倒 所以这条裂系它就把这个山体 从顺着层面流过人的水呢 大部分都往地下倒 岩教授推测 古人不仅认识到了裂系带来的不利因素 同时也找到了合理利用裂系的解决指导 才选择在溶洞下方的位置开凿大佛 经过现场考察 科考队在大佛的头顶位置 发现了一处人工修建的排水沟 岩教授认为 这是古人根据山形地势 以及溶洞和裂系的位置 巧妙利用分水原理 设计成的人字形排水系统 随形向导介绍说 这个排水系统直到今天 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多年从事龙门石窟保护的专家 岩教授告诉我们 西山还存在着另一个天然的人字形排水沟 这个说法引起考察队的兴趣 在他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西山北端一处叫前溪寺的洞窟 这个开凿于唐代的石窟 相传是宰相李藩的别墅 因寺内有一溪流而得名 在专家的指点下 考察队在寺内窟顶枣井中发现一条裂系 由于这条裂系连接着其中一条泄水通道 因此前溪寺也是龙门石窟中漏水最严重的地方 顺着这条泄水通道 考察队找到了前溪寺后面的一处大断裂 由于白云岩和灰岩在这里交界 形成的断裂带就成了天然的泄水通道 接下来考察队来到西山南段的吉南洞附近 这里的岩石极为松散破碎 无法提供适宜开凿的石灰岩 因此成为西山南侧石窟开凿的边界 研教授发现这里靠近一条较大的地质断裂带 不仅承担了泄水分红的功能 还与北侧岩性分界线交汇 形成一个天然的人字结构 等专家将西山的地层走向和断裂带 完全标注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端坐在西山中部的卢沙拉大佛 就像被两把巨大的雨伞遮住一般 有效阻挡了自然降水的农石 即便有渗入到山里的雨水 也被倾斜的断层倒向了下游的衣河 几乎很难对大佛造成不利影响 经过一番细致考察 考察队成员无不为这里的神奇造化和人类智慧而感叹 严教授告诉我们 龙门石窟在中国的四大石窟中 由于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原腹地 因而造像风格中更多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形式 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世俗化的趋势 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然而历经千年的风雨之后 鲁舍纳大佛和龙门石窟所有的时刻一样 都面临着如何保护的问题 通过多年的研究 严教授发现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以及石窟保护的理念和手段上 已经为后人做出榜样 那就是因事利导施法自然 对于我们来说 如何将自然因素和科技手段有机结合 最大限度地维持龙门石窟的原貌 才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而龙门石窟的历史和科研价值 将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关注 卡斯特地区的古建筑和石刻艺术的保护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这也是为什么严教授和众多专家学者 多年来对此滋滋以求的原因 同样令人骄傲的 还有我们祖先认识自然规律的眼光 和巧妙利用缺陷 画腐朽为神奇的智慧 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 这些和石窟艺术本身一样 都是龙门石窟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